由健康網站盤點 2022年網友最關注的十大受生法 像是168段 土耳其敘利亞強症 死亡人數超過一萬五千人 土耳其總統愛爾多灣 前往災區視察 坦承救災不利 地震至今已經過了三天 救難人員持續 從瓦力堆中 巡獲生還民眾 迪士尼宣布企業重組 將裁員7000人 目標節省55億美元成本 並讓自家串流產業賺錢 此舉讓股價大漲近5% 同時各大企業 也掀起一波遠距工作 或回公司上班之爭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站後第二次出訪 先快閃英國 再到巴黎會見 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 接著將前往比利時 出席歐盟領袖峰會 希望各國軍援更多武器 北韓建軍75週年 晚間舉行聖黨閱兵 金正恩再次帶著9歲女兒 參加晚宴 可能有意讓她成為接班人 象徵是人民領袖 智慧穿戴買技年年上升 日本越來越多人 拿著智慧手錶到醫院求診 醫院因此開設專科門診 利用穿戴裝置預防 發現病情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起來Focus全球新聞 頭條我們依舊看的是您高度關切的 土耳其敘利亞強震 第三天零星奇蹟生還的消息 還是傳出了 不過總的罹難者數目 現在已經逼近2萬人 到星期四截稿為止 已經超過1萬7千人 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承認 救災一直有疏失 而且控制輿論 禁用Twitter來打擊批評政府的聲音 敘利亞政府軍則是和俄軍聯手封鎖了邊界 反抗軍控制的地震災區有數百萬人 現在在嚴寒的低溫下 根本得不到援助物資 台北時間2月9日早上 土耳交界強震後超過60小時 兩國總共已有超過1萬5千人罹難 鎮央卡拉曼馬拉斯災區 希望隨著時間流逝變成悲傷 儘管有些奇蹟般獲救的好消息傳出 但大部分倖存者等到的是絕望的現實 白法人送黑法人以不僅是哀傷 而是對命運的憤怒 富人哭到昏厥 土耳其開徵地震稅24年 如今豆腐渣工程遍布全國 害得成千上萬人在強震中罹難 土耳其當地救災體系也沒有及時發揮作用 總統埃爾多安終於稍微放低姿態 無視民眾吶喊 埃爾多安巡視災區只聽簡報 也沒有擁抱災民安慰 英國救難隊帶著搜救犬進入廢墟 但距離震災已經三天多 生還奇蹟越來越少 而埃爾多安口中的掌控 竟然包括把救災重要通訊軟體推特封鎖 還有18人因在社群媒體上批評土國政府救災不力遭到逮捕 但更不幸的是敘利亞難民們有人辛苦逃到土耳其卻在地震中罹難 幸存者只能暫時住進體育場上的帳篷裡 仍受低溫嚴寒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痛批 敘利亞內戰讓許多12歲以下該國孩童 有生以來所有的記憶都是戰爭和流離失所 現在又遇上強陣 敘利亞境內初步估計至少3000多人罹難 救災更是困難 We have been using these stocks now to address the needs, and these stocks are being deplet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earthquake, of course, the road leading from Gaziantep to the border to the transshipment point was damaged, of course, and that road was closed, so we couldn't send any relief items. The fact is, the Assad regime continues to block aid, and he alongside Russia have stopped and blocked cross-line and cross-border aid to millions of civilians that are out in the cold.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与俄军一起封锁边境,叙利亚叛军控制的西北部地震灾区,约400万人,在地震后无家可归,还陷于寒冷饥饿之中,得不到物资补给,叙利亚医疗资源原本就窘迫,现在更无法扛起医治地震伤者的任务。 叙利亚救援志工白亏队,只能自利用轻机具与徒手挖掘抢救。 天灾之下还有人祸,土序两国民众都只能泪眼苦叛奇迹,不期待政府。 我们都在哭,哭。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们都应该祝福神。 上天为何让强症发生,考验着每个幸存者的信仰? 无辜罹难者也没有痛苦,活着的人才要坚强面对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狂暴的裁员潮。 高科业界的裁员从去年一直到现在,那么一般能够理解的是因为在疫情三年扩张太快, 那么迪士尼呢?迪士尼宣布因为要企业重组,将全球裁掉7000个迪士尼员工, 可以省下55亿美金的成本,然后让自家的串流产业赚钱。 迪士尼这个宣布让它的股价大涨了5个百分点。 在疫情退散之后,继续居家或回归实体办公室的争论, 在各大企业里面依旧是征战不休。 鱼龙头迪士尼也搭上裁员的列车。 周三宣布要大财7000人,相当于全球总员工数的3.6%。 迪士尼执行长艾格,自去年年底回国后, 就将削减成本,让串流平台赚钱视为首要任务, 如今开出第一枪,将全公司改组成三个部门, 目标省下55亿美元的成本。 同一天,艾格回国后的第一份财报出炉, 从最新营收到迪士尼plus的总订任人数, 统统由于逾期,带动排后股价大涨5%。 但从积极招聘到大幅裁员, 也开始让市场思考, 选择权是否又回到了雇主身上。 尤其过去两年, 全美远端办公的职缺招聘, 已经从超过20%的高峰, 几乎快要调回原点。 跟进新马克,苹果等等, 迪士尼的员工也必须从3月1号开始, 一星期回公司上4天班, 金融业也一样。 除了花旗, 摩根大通早在去年8月, 就要求半数员工返回一周五天的实体办公, 不过这间银行巨头不裁员, 反而打算在明年之前, 将银行业务人力扩张20%, 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戴蒙周三接受专访, 认为美国经济状况维持得还不错, 却也不忘批出警告。 戴蒙点名了俄乌战争, 美中关系都是二战以来变动最大的事件。 最新一份盖洛普民调显示, 在高通膨高利率和低股价之下, 有多达半数的美国人都认为, 自己的财务状况比一年前还糟。 而提到美国迫在眉睫的举债上限, 戴蒙说了重话。 他认为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是维护好国际关系, 戴蒙计划要造访中国大陆, 并表示近期的间谍气球事件, 不会对他的公司造成影响。 增添全球经济风险的不止通膨和违约。 欧洲和美国的网络安全官员已经跳出来警告, 一个新的勒索软体集团正在全球发动攻击。 与此同时, 曾任美国国安局副局长, 拜登的网络安全顾问英格里斯, 将在下星期退休。 该部门正准备发布的网络安全策略, 恐怕受到影响。 TVB的新闻总统报道。 Focus留在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的国情咨文, 获得了高度肯定之后, 拜登就开始为他的连任, 开始这么早就造势了。 他争取支持先来到威斯康星州, 诉求的是白人劳工。 那么拜登就承认,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好工作, 即使没有大学文凭, 保证工作没有问题。 民主党是非常想在2024, 赢回失落的中产阶级选票。 那么拜登这次在国情咨文, 着重在经济名声议题, 宣布推动杜绝隐藏费用法, 也就是禁止企业额外加收消费者的费用。 那么这些都是要主打一般小民的生活开销, 一起来看看。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发表国情咨文, 获得超过七成民众的肯定, 拜登隔天立刻展开造势行程, 为连任争取支持。 拜登首站来到了摇摆州, 威斯康星州, 主要诉求对象是白人劳工。 他呼吁国会与他合作, 让所有美国人, 无论有没有大学文凭, 都能找到好工作。 民主党希望在2024选战中, 赢回失落的中产阶级。 拜登在国情咨文中, 没有大谈国家经济策略和方向的远大议题, 而是谈民众切身的小花费。 他认为银行收手续费, 航空公司收行李费都不合理, 因此推动杜绝隐藏费用法案, 禁止企业收取额外费用, 帮老百姓审核包。 拜登还在国情咨文中, 批评共和党的一些议员, 企图终止医疗和社会保险法案, 让民众失去社会保护网, 结果被台下共和党议员打骂是骗子。 拜登在威斯康辛州的造势会上反击, 公布了这些要费社会保险法案的共和党议员名单。 美中关系目前是美国外交主轴, 中国间谍气球事件, 外界认为美国是受重创的一方。 拜登严正否认, 他也在访谈中分析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执政处境。 他认为中国要与美国竞争, 并与俄罗斯友好, 在经济上讨不到便宜。 拜登两年多来的, 执政表现支持者认为可圈可点, 但他们却不希望拜登争取连任, 高龄还是选明心中过不去的看。 拜登在之前竞选总统时, 承诺只做一任就交棒给年轻人, 很多人因此才选择支持民主党, 他们希望拜登能够立行承诺。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来看另外一位领导人北韩的金正恩, 北韩8号在平壤金日成广场, 举行了记录上最大规模的阅兵军演, 集结了超过2万人大秀军事肌肉。 这个里面看起来应该是曝光了威力强大的新型洲际飞弹, 不过一个小女孩胜过所有军武, 因为它变成国际报道的焦点, 就是9岁的金正恩二女儿叫金主爱, 她连着两天跟着父母亲参加建军节的庆祝活动, 金主爱是化了淡妆, 穿了西装, 跟爸爸金正恩一起占C位, 观察家的看法是金正恩频繁地让金主爱露面, 很有可能是宣告她是北韩下一代的接班人。 今年2月8号适逢北韩人民军建军75周年, 北韩在金日成广场举行史上最盛大阅兵式, 聚集2万2千人, 北韩战术和部队大秀军事肌肉, 威力强大使用固态燃料引擎的新型洲际飞弹也疑似曝光, 夜间阅兵增添庆祝氛围, 能靠照明彰显军事力量,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领导人金正恩, 再次牵着九岁二女儿金主爱亮相。 妇女两一身黑, 戴着礼貌的打扮复制前领导人金日成, 而这也已经是金主爱第四度公开露面, 北韩官媒对她的称呼, 从首度现身时的亲爱的, 一度改为尊贵的, 如今则换作尊敬的子女, 显示金主爱地位已经大幅提升。 建军节前一天晚上, 金正恩就先带着爱女参观了人民军宿舍, 父女俩一起踏上红毯, 李学祖罕见让位, 全程保持距离跟在一旁。 北韩军队大将总动员举办庆祝晚宴, 欢迎一家三口的到来, 金主爱化淡妆, 穿上西装, 盘起公主头, 风采已媲美妈妈李学祖, 不让女儿专美于钱, 李学祖佩戴火星17型导弹造型项链, 也相当吸睛。 金正恩去年底就开始平凡让爱女曝光, 有观测指出,金正恩有意让金主爱接班, 将她培养成北韩第四代领导人, 可能成为金氏政权首位女性领袖, 不过南韩同一部认为, 接班说法言之过早, 专家则分析, 未来金主爱还会频繁出现。 金正恩曾经多次传达, 要借核武保卫下一代的讯息, 金主爱的现身, 让金正恩有了正当发展核武的理由, 在2月6号召开的劳动党会议上, 再次对军事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因应韩美联合军演, 金正恩只是做好战备, 不过南韩同一部更关注, 原本每年只召开一到两次的劳动党全体会议, 时隔两个月又宣布再次举行, 还将农业问题定为商讨主轴, 难道北韩粮食荒又加剧了吗? 北韩农作物欠收, 粮食减产, 除了因为防疫所国, 也和天灾不断有关。 有消息人士透露, 如今连一项被视为富裕地区的开城, 也出现严重饥荒, 据传金正恩已经下令禁止民间市级交易, 以控制粮食分配。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来看间谍气球的争论, 第三天持续发酵, 现在美国国防部初步分析, 说整个间谍气球的残害, 强调气球绝对不是民用的, 还透露中国解放军在过去几年来, 在全球各地开展过24次的高空气球征搜任务, 足迹遍及了拉美、南美、东南亚、东亚以及欧洲, 而勤搜重点是台湾和美国。 北约秘书长跟着说, 要对中国的勤搜手段更谨慎, 更激谨, 并且加强自保。 中国当然是继续否认美方所有的指控, 说这一切都是美国发动的舆论战。 美国国防部周三在有关中国气球的简报会上, 斩钉截铁的指称, 这颗入侵美国领空的气球可用来收集战略情报, 因为气球的载重几乎等同一架台湾离岛航线上的螺旋桨客机, 而从目前打捞的残骸已经发现, 气球配备有太阳能板、螺旋桨与方向舵, 甚至还有自毁爆炸装置, 显示可以远端操控。 美方更披露解放军为了取得卫星监控以外的各国情报, 过去几年持续借气球展开高空勤搜, 已经在全球范围执行至少24次任务。 而日本、印度、越南、菲律宾以及台湾等环绕中国的竞争对手, 更是间谍气球积极监控征搜的对象。 美国CNN调查发现,光是台湾在刚过去的新年与几个月前, 就两度遭中国气球入侵, 过去两年至少有四起高空气球被民众目睹事件。 在美方大声疾呼下,欧洲盟友也拉响警报。 正在华府访问的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周三先后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与美国防长奥斯丁会谈, 表明要与美方合作应对中方所带来的挑战。 尽管美中双方因为这场气球风波, 原本稍微看到暖意的双边关系在线冰点, 彼此更互相指责。 但包括美国财长叶伦与国务卿布林肯, 仍表示将就出访中国的计划沟通, 因此就算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 很有针对性的脱稿喊出。 但拜登随后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专访被问到这个问题。 我想现在中国和美国实际上进入到了我们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第二次的冷战里面, 我们现在正在往这个方向快速的在移动, 现在可能也没有到最坏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要为更坏的情况做准备。 这场气球风波为美中关系, 甚至是全球所带来的汹涌暗潮, 恐怕仍然会继续发酵。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广告之后, 国际新闻的镜头继续带我们进到了土耳其叙利亚强震灾区。 那么在这些强震灾区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悲喜故事, 即使72小时了, 但是依旧有奇迹生还的大人跟小孩, 待会我们一起去了解。 是最自然跟猫狗对话的人。 而且我把它放在这边, 那你自己小心好不好, 它有可能会揍你。 你知道社交距离, 你知道社交距离吗? 那你过来。 我好紧张哦。 不要吵架。 sorry, 你不要吵架。 我有带肉泥啦。 好不好。 完了。 哇, 我好紧张。 这一只也在生气, 刚刚那边有一只, 一直在叮我。 然后那一只也在喵喵叫。 我试试看, 如果把一个食物摆在杂杂的门口, 看何夕敢不敢去吃。 等一下, 他跑走了。 一个胆小的狗狗。 你们好。 他好可爱哦。 我的天啊。 何夕, 你傻眼耶。 傻眼。 何夕从来没有傻眼过耶。 你怎么会胆小成这样。 那你有没有, 至少喜欢欣赏的艺人。 有啊。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都可以直接看到, 就觉得很开心。 谢谢。 谢谢。 嗨, 我是Sandy, 吴善如, 这是哈希。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台湾人一年喝掉28.5亿杯咖啡。 不过很多人在喝咖啡的时候, 总会想说, 哎,我这么爱喝咖啡, 到底对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其实喝咖啡不止可以提升, 而且还可以降低脑中风的风险哦。 咖啡当中含有抗氧化的成分, 对心血管、动脉樱化都有保护作用。 过去,我曾经分析1990年到2020年之间上百篇的国际文献, 在从这些文献当中, 挑出7篇进行统合分析。 7篇里面总共有240万没有中风时的受试者, 我们做了研究, 长期追踪这些受试者, 跟平常没有喝咖啡习惯的, 以及他们的中风的几率。 结果分析, 每天喝450到600毫升左右的咖啡, 也就是超商里面大杯咖啡。 比起完全不喝咖啡的人, 中风的风险可以降低8%左右。 尤其是对于初血性中风的保护力, 喝咖啡对于缺血性的保护力还更高哦。 除了中风的保护以外, 喝咖啡还可以降低糖尿病、肥胖等风险。 不过, 喝咖啡本身就是一个交感神经的吃剂剂。 所以, 容易心剂的人建议还是不要喝过量的咖啡。 另外, 喝咖啡还是以黑咖啡为主。 最好不要加糖, 不要加奶, 也不要过量。 这样子才可以享受咖啡带来的好处。 大家看到 varietyWilliam! 米子已经不大! 这一个人, 是几天 OH! 淡妻喔! 当时录像。 edge的人 真的嗎 貝公你好厲害 你被這樣搞 她竟然沒有翻臉 何希太熱情了 對 何希 停 今天不能像瘋女人 背上的這個肌膚呢 都是非常的鬆的 非常鬆的 所以我們幫她提一提 其實也是幫她們 在做一些運動的 她把那個起司也按得很輕鬆耶 好可愛喔 那還有一個地方很棒的是 腳底 就是我們前肢的 前腳的腳底這個地方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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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來繼續Focus 生前的秘密 後來讓後代子女發現 那麼這個在人間的經驗裡面 或許也常出現 這次德國我們要看一個紀錄片 叫做安妮瑪爸爸的洋裝 導演本身是一個 不愛穿裙子的女性 她在父親意外過世之後 才知道一個天大的秘密 原來她的父親喜歡穿女裝 於是她透過拍攝紀錄片 來看看父親的遺物 了解父親成長的壓抑和煎熬 同時藉由這次機會 檢視自己的內在創傷 騎著腳踏車 穿越熟悉的街道 沒想到卻誤入學生的惡作劇 62歲的待客來不及好好告別 女兒們 女兒們焦急地趕到醫院 守在病床旁時 突然被媽媽告知爸爸 背負了一輩子沉重的枷鎖 突然的消息還來不及梳理 在整理遺物時才變得格外真實 舊箱子內擺放著高跟鞋 還有許多本日記 記載了多年來內心的孤寂 和遲遲無法和女兒說出口的話 我看到有幾個字 寫著你寫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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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著我 寫著我們 寫著我們 讓我們和我們的過去 在平衡 活動 爸爸從小就喜歡穿女裝 會偷穿母親的衣服 從中獲得快感 二十幾歲時 第一次打扮成女人上街 滿足真實慾望 前我們的家 有一個親戚的路 但卻這麼剛好 恰恰與父親相反 導演吳立卻是 從小不愛穿裙子的女生 欣賞男同學 也親目女老師 以為自己病了 找治療師卻得不到幫助 也隱隱約約感受到 父親對自己築起的一道高牆 通常似乎你 好像你走向我走 然後你把我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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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你不舒服 在各種方式 他應該會比較理解 他應該會比較理解 傳查動畫 記錄影像 德國電影 《Anima爸爸的洋裝》 導演把自己的家庭秘密 搬上大螢幕 重新凌視成長創傷 聚焦跨性別議題 內心有個小女孩或者小男孩 生理性別與性別認同 不相符的時候 究竟要怎麼做自己 又同時保護心愛的人 他開始扮女生的時候 其實他們很小 生四歲 因為那時候他在性別建立 他還是要知道 男生的樣貌 跟女生的樣貌 是最基礎的 他過了這個階段 自己有辨別的能力的時候 在接觸上面 不用那麼的刻意的去避免 35歲的Momo將 是兩個孩子的爸爸 也是英明扮裝 家人都能接受他 愛穿女裝的嗜好 而為了實現夢想 和維持佳績 得斜槓兼拆三份工作 他要扮女裝 不是Costplay喔 在面前跟別人講說 我爸是扮Costplay的 他會生氣 我認為每一個人心裡中 都有自己的一個夢 那如果你今天有一個機會 你可以去做 為什麼不去成全 舉凡家庭 職場 甚至是最基本的 公共儒策需求 一樁做自己 仍會產生社會衝突 隨著時代的轉變 性別定義跟著浮動 服裝也可以 只是個人風格 TVP的新聞總和報導 好 來看歐戰 烏克蘭總統佐倫斯基 12月那個時候 訪問美國華府之後 週三呢 他開始旋風式的訪問 英國跟比利時 週四到比利時 那麼歐洲行 他最重要的目的是 希望再多拿一些軍援 多拿一些武器 各種各樣的武器 他都有提出包括彈藥 遠程飛彈 那麼當中呢 戰鬥機是首選 澤倫斯基封戰機叫自由之役 輕贈飛官頭盔 給英國下一院議長 美國呢 到現在還是拒絕 給F16戰鬥機 但這幾天 會再宣布 20億美金的武器軍援 在德國部分 德國國防部長說 最快3月4月 可以交付首批 爆二型坦克 烏克蘭戰爭第351天 總統澤倫斯基8號 搭乘英國皇家空軍運輸機 飛抵倫敦 是自去年2月開戰以來 第二次閃電出訪 英國首相蘇納克 親自到機場迎接 還送上大擁抱 之後驅車前往唐寧街10號 關底會談 展開烏克蘭外交作戰 身穿招牌橄欖綠 上衣的澤倫斯基 在寒冷的冬日 在英國國會大廈 擁有900年歷史 沒有暖氣的西敏廳 發表演說 澤倫斯基感現英國人 從第一天就力挺烏克蘭 英國至今已提供超過20億英鎊 相當台幣730億的武器和裝備 這天澤倫斯基力促盟友 進一步提供戰鬥機 說戰機將是自由之一 甚至戲劇性的 把烏克蘭王牌飛官的自由頭盔 頒贈給英國下議院議長 我相信這項目會幫助我們 我們的下一項聯盟 這項聯盟聯盟聯盟 我向你們提供 世界上的簡單 這項聯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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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戰機不切實際 但週三應向發言人松口 表示正在檢視未來幾年 可提供哪些戰機 但尚未決定是否給F-35 或颱風戰鬥機 應向蘇納克表示 不排除任何可能的選項 俄羅斯駐英大使館則警告 倫敦不要提供戰機 否則將承擔戰爭升級 以及對歐洲大陸和全世界 連帶的軍事政治後果 之後澤蘇兩人前往英格蘭西南的盧沃斯基地 視察接受挑戰者二型坦克相關訓練的烏克蘭軍 澤倫斯基也去了白金漢宮 為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 他在國會演說時 也特別提到查爾斯具飛行員資格 三距不離這一次的戰機主軸 晚間澤倫斯基抵達巴黎艾利謝宮 法國總統馬克宏同樣給他個友善的擁抱 連同德國總理肖茲一同入內 象征澤倫斯基與德法關係轉變 以改戰爭初期 直指兩國沒有提供足夠的援助 澤倫斯基說法國和德國有機會成為改變戰局者 只要毫不猶豫提供重型武器和現代戰鬥機給烏克蘭 周四澤倫斯基將轉往布魯塞爾出席歐盟峰會 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說 同樣在針對軍武進行遊說 同時迅速啟動烏克蘭入歐盟談判 對於生活中可怕的 好 我們一起進土耳其的災區 黃金72小時已經結束了 強陣災區還是持續救援 有女子在活埋62個小時之後獲救 救難員在陣後的68小時 從瓦利堆當中挖出了一個女嬰 三個家人也都生還 救難人員士氣大震 但是也有心碎的故事 即將結婚的準新娘在強陣裡面喪命 未婚夫找到她的時候哀痛欲絕 因為只剩冰冷遺體 還有一家人20個成員全數罹難 有個女孩在強陣的時候出生 發現的時候期待都沒有解 但父母親已經全數喪生 眼睛還沒睜開的小女嬰 靜靜躺在保溫箱裡 她身在戰火綿延的敘利亞 時間又恰好落在規模7.8強陣 發生當下 被發生時期待還連在母親的遺體上 小小身去從瓦力堆中被抱出來 趕忙送往醫院 女嬰的父母親都成了冰冷遺體 來不及看到女兒就被強陣奪走了生命 名叫加娜的小女童躺在病床上不斷哭吼 額頭被割傷臉部腫脹 她被活埋超過50小時後獲救 但其他家人就沒這麼幸運 白頭盔組織成員徒手挖掘 交集的家屬在一旁苦苦等待 強陣讓千瘡百孔的敘利亞出現更多破碎家庭 把毯子綁在樹枝上 勉強搭起一個歪斜棚架 男子看著手機中小女兒的照片心痛不已 身旁只剩下大女兒跟她相依為命 地震時他們一家人來不及逃生 被掉落的天花板押住 睜著無辜大眼女童還不知道母親和妹妹已經離開的事實 但受到驚嚇後孩子至今表現的異常沉默 她認識的叔叔伯伯一共20名家庭成員都死在這場地震中 有的災民除了失去知情還有家歸不得 將遺體逐一裝上卡車他們都是逃到土耳其躲避戰火的敘利亞人 但因為內戰邊境封鎖了12年 家屬們手中拿著一份文件可以讓死者從土耳其邊境城鎮 希爾維哥族回到敘利亞下葬 但活著的家人不能一起回去送行 家屬只能送到通關處入口與摯愛的親人做最後告別 鎮央土耳其佳濟安泰普省一名25歲女子在活埋62小時後獲救 正後68小時一名女嬰從瓦力堆中被挖了出來 她的三名家人也幸運圈還陸續被抬上擔架 讓救男人士氣大陣 救援過程中一隻橘貓被發現受困殘骸中 睜大雙眼的模樣讓救男隊員露出久違的笑容 因為災區24小時都弥漫低氣壓 娃娃躺在地上但小主人還被壓在水泥塊裡 土耳其敘利亞交界處的哈泰省 民宅區整條街道兩旁的公寓全部崩塌 數十個家庭破碎 民眾試圖爬進民宅中找尋失蹤的家人 卻看到讓人崩潰的一幕 男子躺在地上抱著遺體有好多話想說 眼前的女子在強盾中罹難 地震當時她狂奔到未婚妻的住所 沒想到還是來不及 災區有奇蹟也有令人心碎的故事 土耳其規模7.8強震隨著時間流逝 災民在勝利死別後還得堅強重建家園 一切都讓人看得心疼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接著Focus轉向中國大陸 中國現在國門解禁 陸客團友已經恢復了 航空業現在不斷的招聘 春秋航空在三年之後辦實體招聘會 要錄取300人來了2000人面試 另外短片平台抖音 在北京成都到上海都要招工 而他們找的是外送員 意外曝光要跨足外賣市場的消息 女生梳著包頭 男生打著領帶相當正式 時隔三年大陸春秋航空舉辦線下招聘會 一早公司上海總部門外 就有大批應徵者排隊 現在大四沒有課了就來試一下 我覺得現在疫情放開了 應該會越來越好的 現在疫情好了 民航業復蘇了嗎 機會多了他就來了 這回釋出的職缺 包括空服員地勤 還有維修工程師等六大類 30總崗位 預計總共要錄取300多人 但到現場面試的 就多達2000人 不少還是先前 因為疫情失業的空服員 這個旅客增量會越來越多 而且我覺得大家選擇 聯航的可能是意願 也會越來越多 光春運期間 春秋航空累計成運 約270萬旅客 航班量恢復到疫情前八成 面對接下來 國際航班將有一番增長 繼續人力 不只是春秋航空 航空業搶人大戰開啟 東方航空海南航空 吉祥航空也正在籌備招聘會 人力到位 航空公司拼復蘇 還有一項挑戰 那就是要讓那些停擺的航線 重新上線 其實很多的國際航空 它還是每週就一班 兩三班這樣的一個形式 它其實有 但是量還是不足 大陸從放完春節假期後 人力市場活絡 不論是企業獨立爭財 各地大型舟聘會 一場接著一場 就將進行一場舟聘會 請上百家企業參與 其中不乏高薪職缺 整個人財的儲存量 還是不太夠 至少20萬馬上走 可能50萬 甚至說如果有重大的一些 技能突破 我一百萬都可以 最搶手的 莫過於疫情前 就很缺的技術類人員 而過去企業提前到職業學校 預約人才的方式再度出現 而製造業搶工人 這招最特別 出家門 上車門 下車門 進找門 企業人資 直接搭乘各地發出的物工專列 在火車上交控 雙方談妥了 下車直接進廠房報到 做這個車 剛好碰到有這麼好的事 就不用跑來跑去到處去找了 大陸短片平台抖音 近期也在北京 成都 上海 發出真才訊息 不過找的卻不是影音網站相關人才 而是外送員也意外曝光了 抖音將跨足外賣市場消息 抖音澄清外賣服務 只在三個城市市點 目前並未計劃要在大陸全國推行 先前百度也曾跨足外賣市場 最後卻黯淡收場 但專家分析 現在市場進入疫後復蘇 抖音入局或許有機會 一個新的競爭者的入局 我們會覺得說打破原有的平衡 也可能會對這邊 原本可能說已經是不變了的江湖 帶來一定的波動 大陸疫後復蘇 企業抓緊時間點 拓展市場搶人才 TB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您有沒有智慧穿戴裝置呢 很多人用它來管理健康 日本的醫學界發現 越來越多人是拿著智慧手錶的 監測異常結果去診間 有醫院乾脆設了專科門診 一同及早發現病情 然後就及時治療 報案電話響起 接起來又沒人說話 消防人員只能趕著急 這個冬天 日本幾大滑雪勝地的勤務指揮中心 不停出現如此場景 原因是遊客滑雪跌倒 智慧手錶的跌倒偵測功能啟動 替主人主動報警 搞消防隊忍揚麻煩 智慧穿戴裝置 隨著科技越來越強大 雖然有時太過聰明 反而造成麻煩 但只要運用得當 智慧手錶還能幫忙查案 刑事案件 若涉及人員死亡 往往需要掩屍 假如遺體損傷嚴重 或沉屍已久 法醫優失也束手無策 但死者若有佩戴智慧手錶 就能依循紀錄 對照心跳 血氧狀態 不僅能推敲死亡時間 也能分析是否有他殺可能 法醫界有所期待之餘 醫學界其實已經開始利用 智慧傳帶裝置輔助醫療 齊富縣這間醫院 近來發現不少民眾 拿著智慧手錶的健康提醒來求診 於是乾脆開設專科門診 利用手錶預防病情 且急躁治療 57歲的男子 兩年前被手錶與手機警告 有心防戰動的危險 嚇得他趕緊帶著裝置找醫生 心臓は必ず等間隔で規則正しく動くんですけども 波形の山の間隔から急にここに脈拍が伸びたりとか そういった点から心防再動と診断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心防戰動是常見的心率不整 容易形成血栓 引起中風或心臟衰竭 如能及時手術治療 就能達到有效控制 従来であれば何か症状があったときに 病院にきて心電図をして 初めてわかるという状況でしたけれども スマートウォッチというのは 普段から手に装着しているものになりますので 我自身で何か異常を感じたとき 使用していただくことで早期発見して 早期の治療介入ができれば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医界表示智慧穿戴装置 雖能幫忙疾病預防與治療 却存在各司法問題 以呼籲拟定医療使用相關規章 好讓民眾享有更完備的医治環境 T恋新聞の中央報道 來關注中國大陸遭到今年來最強的雨雪天氣 一連三天29個省市 全部降下大雪交通意外不断 雪地失控的轎車就像變形的情人 怎麼喊也不回頭 車子先倒退滑行數公尺 再自轉半圈 眼看要往斜坡衝去 駕駛乘客選擇跳車逃命 如同電影特技般的驚險事故 發生在甘肅蘭州 8號上午銀色交車在雪地打滑失控 直到撞上路邊牆面才停下 索性沒人受傷 但同一天一樣在蘭州 前往機場的水晴路上 很多人就沒那麼幸運了 受到大雪低溫影響 道路結冰能見度下降 導致包括貨車巴士轎車 30輛車接連失控連環狀 還有車輛發出爆炸聲響後冒出大火 強大撞擊下許多車嚴重變形 官方通報這起意外造成多人受傷送醫 大陸從7號開始遭受今年最強雨雪天氣清洗 一連三天29個損勢降下大雪 陕西西安多條國道被迫臨時管制 一度關閉115個收費站 針對有必要通行的當地村民車輛 及物質保障車輛 我們加強巡落的同時 發現遇險車輛及時救援 督促司機 加裝防滑鏈 惡劣天氣9號雖然稍微緩和 但大陸氣象局提醒 好天氣只有兩到三天 預計11號將有吸引波冷空氣 影響境內大範圍區域 TVBS新聞顏瑞生 林明珍 綜合報導 天女群團 天愛答題 好可愛 這算是嘉南平原最喜歡拍的景點 連續這兩道之下 我已經很有冤會感了 嘉義2022最新的夯點 隨便拍隨便好看 歡迎收看完美研究室 我是完美思佳 今天要開的這一位 我從她家在買房子跟裝潢的時候 我就在跟她預約的 她說她家 美到像在飯店一樣耶 這一位我來看一看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這房子太多了吧 很漂亮哥 這是 這是 這是國外啊 哈囉 各位我們出發一下 有嗎 霸市大門的後面 來 這個每天打開的都 都去自己黃東的感覺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東西真的非常的多 就是我的彩妝品 是比一般人多 可能四到五倍 最近我真的是有點吃心 因為到最後 日本就是 這一家店都沒有東西可以買 然後就看到這一個 在掛在Model上面 我就直接說 我不管多少錢 我之前不要 請搜尋完美研究室 時尚玩家APP 趕快下載喔 好多娛樂新聞 TVBS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有我最愛的大明星專訪 你會不會聊天啊 歐巴鮮肉演員歌手 我都要 頭條新聞 偶像秘密 還不定其送好咧 快加入娛樂頭條 娛樂大咖們 就從此賴著你囉 來囉 預備 下去下去下去 走 下去下去 冷氣 冷氣 你要去哪裡 冷氣 你要去哪裡 每週日晚間八點 TVBS四十二台 猛寵明星出來玩 曾經的我就很會逃 逃到天涯海角 逃到裡面待了十年 結果還是逃不了 那只能夠好好面對 一輩子說長不長 總不能一輩子都是壞蛋 請您鎖定這個禮拜天晚上 一步一腳印 發洩新台灣 沒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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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拍過 沒拍過 玉米粽一定要來吃 超大一個 好彈喔 酸好嫩喔 真的不甜喔 沒有吃過這種頭感覺 好軟嫩喔 感謝一芬號 噴瘦客飯版冠贊助播出 明天有一個 公讀生的生存戰任務 必須要賣出拿鐵 以及五位客人 拿出手機來拍照留念 一頭花 想拍照嗎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東北風減弱 氣溫回升 而且西部地區已經有濃霧發生 未來天氣來講 要明顯要作為改變了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的雲土來講的話 在華南到華中一帶 已經有一些雲系建立 很快的會形成一道封面系統 在明天就會通過台灣北部環面 水氣增多了 當然下雨機會就會逐漸增加 那從地面圖來看的話 明天禮拜五 封面通過之後 東北季風又增強 所以北台灣地區 明天天氣轉涼 水氣也多 北東地區終於下雨 中部山區也有下雨的機會 這樣天氣型態來講 很快的在禮拜六到禮拜天 高壓冬雨減弱之後 台灣地區轉為東南風 天氣又要逐漸的回穩 溫度回升 降雨又逐漸的減少下來 未來在溫度的部分 也要提醒大家留意的 在禮拜一下禮拜一之前的話 東北風影響有時候增強 有時候減弱 不過強度上都不強 所以溫度的變化都不太大 要注意的當然就是 在下禮拜一之後 冷氣的影響溫度會明顯下降 而在下個禮拜一之前的話 要注意的當然就是 容易有濃霧出現 而在禮拜一之後的話 要注意的溫度的轉涼 所以提醒大家留意的就是 下週一容易有濃霧出現 禮拜一之後的話 冷氣暖影響 天氣轉涼 注意保暖 可愛唇膜 我嘴唇超乾的 好有趣喔 每個人都不一樣 好粗喔 你們看他半邊臉 真的好粗喔 TVBs歡樂台四十二頻道 晚天九點 女人問我最大 想時尚 好酥喔 蒸蛋裡面會有碎角肉 還有豬肝 甚至冰淇淋 很容易倒 但是下去之後 那個蝦味太濃郁了 感謝伊芳奧胖胖酥特飯版 萬名贊助播出 TVBs四十二台 全台主播 最溫心歡樂的好戲 加油喜事第二季 加油愛情 精采劇情 武林入廁 賀吉利 春花秋月大車拼 我看好像差不多了 是不是開池塘圓了 等一下 我還沒忘 紫健在紅紅鼓勵下 決定向羽柔告白 卻看見 那就 鋼鍊柔吧 每週一週晚上八點 加油喜事第二季 加油愛情 由蘿莉亞素生衣冠名播出 歡迎光臨新之沙龍 來吧 營業中二 即將開幕 那個 你就繼續用這種態度 你覺得自己很有魅力 全世界都在等你是不是 我讓你陪在下次那邊六年啊 下次也別愛上你 這個前男友都是很積極 你不怕下次就這樣走 沒有緣分就算了 不要浪費時間 他就是有那種 可以幫我拖到黑洞裡面 讓我一直吃吃膽喝的那種魔力 跟我結婚吧 周日晚間10點 TTVS42台 他們創業的那些鳥事 來吧 營業中二 即將開幕 一到巴黎島直接說 我要Buffy Green 有點玻璃籽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焦糖脆化那種 冰雪啊 冰雪 冰雪 這個巴黎島不一樣的話 有多少 真的長得像雪 好像雪下下來的感覺 感謝一分道 噴噴塑 噴噴噴 換名字去播出 肥瘦身這兩個議題 一直是網路上討論最熱烈的關鍵字 由健康網站盤點 2022年網友最關注的十大瘦身法 像是168斷食法 湯匙減肥法等等 點閱次數相當可觀 大家熱搜的這個減肥減重相關的文章 有高達到500多萬次的瀏覽量 所以這個就顯現出來 就是全民最關切的這個熱門議題 在減重這部分是分量很高的 從後台數據觀察發現 造訪網站的820萬訪客中 最關心的議題是清冠一號 膽固醇以及糖尿病 不過1月底就要迎接農曆春節 民眾採買年菜同時 也得注意飲食均衡 很澎湃的這個團圓年菜就是 一定要注意這個蔬菜的比例 至少三分之一 因為可能很多十幾道菜 你可能至少要三四道 是蔬菜的一個組合 不過有些人他還是喜歡 搭配一些涼拌菜 那其實涼拌菜大家都會 一般會覺得好像比較清爽 比較零負擔 但其實如果你的醬料的部分 如果加太多的話 可能這些隱藏的這些熱量就會 無形中就會影響到我們的體重 營養師也建議 年後可以攝取三大類食物 像是牛棒 菇類 筍子 這些纖維量高的食物 或是雞肉 魚肉等等的優質蛋白質 以及鮮香料來提高代謝 再搭配運動 讓民眾過完年後可以迅速甩油 TVBS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 全球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會